詞曲 李宗盛 今天朝野和谐 我们今天完成寻达 那用最后的时间 让在野党的委员们 再去针对法案 来做一些更多的思考 但是今天最后一次 公事法修法前的寻达 我想还是要很清楚的 说清楚讲明白 这一次的修法 不要把公事法的修法妖魔化 也不要把公事法的修法政治化 我们要的是合理化跟健全化 这是为什么我们历经了十多年 朝野各界专业团体媒体界 共同讨论 建立一个合理化健全化的制度 而不要继续被妖魔化跟政治化 所以这不是仓促的修法 是社会不能再等 这也不会是什么政治的酬庸 我们更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 来排除政党的阻力 而这也不会是漫天撒币 我们不过是回归一个公网集团 基本运作应当有的财务水平 来创造支持台流 所以我想我们部长的心情 也是一样的 我们战战兢兢来面对 下午后明天的修法下夜 那我也勉语同意 我们针对核心要务先行修法 打开天花板 然后董监事审查门槛来予以调降 然后增加了员工董事 这是相当进步的 然后也让台湾Plus法治化 回应在野党的要求 那公网集团的闭载 就是要求无线电视台 应当要提供这样的闭载频道 以及让公事可以回归一般法律 取消普通级的 只能播放普通级节目 这些每一项都很重要 这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修法 那我基本上同意 以院版为基本来讨论 好谢谢下一页 但是呢 几件事情 我想在最后的时候提出呼吁 为了稳健公事的经营 董监事审查的门槛下修 我们要的是建立一个可长 可久 可运行的机制 不管谁执政 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提出的 三分之二的版本 是比照圆明台 圆明台可以 公事当然也可以如此来运作 这有圆明台一个稳健运作的基础 我们也看看马英九执政时期 文化部端出了两个修正版本 马赵府在一百年的时候 文化部的版本 就是三分之二 而马赵府在一百零一年的版本 是二分之一哦 所以这都是历史一个修法思考的 一个过程 所以我不要去看 把名额定得 门槛定得高 好像就是可以排除政党阻力 然后定得低 好像就是会交受社会的质疑 是不是政党的黑手要放进来 我们都要去政治化 所以我想 以圆明台的经验 也参照马英九时期 三分之二二分之一的修法意见 那跟现在四分之三 我们取得横平 就是三分之二嘛 所以我把这些历史的修法的轨迹 拿出来是 我要再一次的呈现 行政院院版也好 包括吴思耀个人的版本 三分之二 就是一个多数共识 就是一个合理可行 可偿可久 不管谁执政 都应当可以接受的机制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 好 下一页 重点之二是找财源 台湾投注公媒 是每个国人 一年只分到四十三块 是国际的六十一分之一 也就是国际的平均值是 两千六百二十二块 所以台流南城气候 当然要拿掉 那个天花板的财务门槛下业 那我看到一些民间团体 也担心说天花板拿掉了 但是地板呢 部长您刚刚有清楚的答询 至少是三十一起跳嘛 所以我也建议 我们明天在修法的时候 能够在立法说明里头 更清楚的来载明 起跳的一个基准 或是我们用附带决议 来让大家更放心 好 这是财源的问题 下一页 那我个人的版本 我非常希望部里头 能够采纳就是二十四条 就是二十八条 因为我们的文化基本法 已经很清楚的写了 文化部应设置文化发展基金 来办理什么呢 文化发展及公共媒体 等相关事项 文基法是文化的宪法 他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一次公式法的修法 我们要突破裁员 我建议就在二十八条 把公式基金会的经费来源如下 放入文化发展基金之合博 这就是符合文化基本法 我觉得我请部长能够采纳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因为这就是回归 一个文化基本法的配套修法 可以吗 跟委员报告 我想我个人都是赞成的 但是问题不是我个人嘛 这是整体国家 那您个人支持就好 您的意见在修法当中很重要 好 下一页 那另外呢 为了替公式解决裁员不够的 另外一个选项 刚刚教练问监委员说 希望能够在无限平谱拍卖的时候 能够获得一定比例 但是那个应当放在 文化发展基金的母亲 我具体的在这里向您抛出 我们应当向NCC来协调 未来OTT课征特别捐 针对境外业者来回馈部分的盈余 来挤注台湾的公媒内容产制 下一页 我直询了NCC的主委 我也直询了行政院的秘书长 他们方向上都是支持的 我不晓得部长您上任之后 有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去积极争取 也就是OTT对于国外业者的盈余 定定一定比例来作为支持台湾 公媒集团的内容产制 OTT的特别捐 未来修OTT专法的时候 文化部的意见非常重要 是我想因为OTT专法现在还 对 还在讨论阶段 那你要去表达这样的意见 当然我们对于平台或频道 应该要支持台湾内容的立场是没有变 因为陈耀祥主委他本身的博士论文 就是研究这一块 所以他个人是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希望未来在OTT专法研议 特别捐的时候 文化部的意见要强而有力 去具体 具体力争 好下一页 那说到OTT 这我要请胡董事长 您有抛出说 公示今年要加码1.5亿 要让公共电视 到公示OTT 也就是我们公示plus 其实很遗憾 公示plus这一个我们自己本土的OTT 没什么人知道 更没有什么人在使用 我左边秀出来是NCC 111年度的传播市场调查结果显示 国人在使用OTT 还是以Netflix占44.8% 第一名 迪士尼15.2 第二名 爱奇艺2.2 第三名 我们公示OTT 完全榜上无名 那您今年要砸1.5亿 而且据说是4月要完成改版 你的目标何在 进度何在 董事长 向委员报告 全球的公共媒体 目前都关注OTT的服务 也就是如何让公共服务延伸到OTT的平台 那因此我们也要在这个趋势下有所作为 那目前来看 据我们根据这个独立的调查 我们是在本土影音平台里面属于这个第三第四的国人使用 但是它比例是多少 国人的使用 包括韩国的公共电视 包括英国的BBC 包括全球的公共电视 的确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数位转型嘛 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 绕了这么久 你要不要比爱奇艺更高 这很低耶 我了解 百分之2.2爱奇艺现在的市占率 是是 有困难 我们的确希望政府能够在这部分 我们突破好吗 对 尤其给了新的预算支持 我们的数位转型就更能有力嘛 好那最后一个下一页 我再请部长 华市长期亏损 我很快地讲 我长期follow这个500坪 超过200亿元现值的这个 华市的园区 的一个未来的活化 那您上任前 其实利用的部长就已经委外 华市园区资产活化研究案 有七个方案 那公事董事会 其实应当具体针对七个方案 都有讨论 我再次要重申 这500坪珍贵的 我们华市的 所长有的资产园区 它不只能够 活化之后平易营运的亏损 也更能够 投资一个台湾未来媒体的发展 而站在台北市的立场 这个地方是核心 淡黄之地 如果能够来做出一个好的活化 对于台北市的城市发展 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效益 那部长 这七个方案在您上任之后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具体进度 好 谢谢委员 首先我很感谢委员刚刚讲 免于同意我们第一阶段的修法 是 那这个第二阶段 大家都讲讨论很久了 至少在近期是讨论了七年了 但是都没有修法 那我想大家都想要避其供应力 我同意今天不修处理这个 但是您的立场呢 对所以我希望没有争议的先修 所以你图表上讲说 这次修法有人说不痛不痒 我是不好意思讲说 如果会痛就痒就不用修了 那吴仙平的土地的问题也是一样 我们不希望他加入这一次的整个修法 我同意这一次切割处理 但是您对于这七个方案应当要有 我当然会希望公事的董事会 能够积极充分的讨论 能够把文化资产 也当作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那如果他们提出来 我请布里也能够加强来支持 否则这样子一个核心问题 下一个阶段的修法之前 我们必须取得社会的共识 而文化部的立场是什么 非常重要 不好意思 敲出时间 谢谢 加油 部长董事长